新北市在四年前开始推动高龄照顾存本专案 也就是不老时间银行 今年61岁的吴黎明是参加第一期不老志工的学员 到现在他已经累积了473个小时的服务时数 这些都储存在他的不老时间的银行存折里 但是他还不急着兑换 反而还捐了部分出来做公益 让独居长辈可以快乐出游 吴黎明单亲抚养两名女儿 他记得孩子读书的时候 常常受到学校志工的照顾 他当时必须忙着工作以养家活口 无法向他们担任志工 五年前他从印刷业退休下来 领劳保月退 加上女儿都已经长大工作 自觉无后顾之忧 因此开始想回报社会 就像当年学校志工照顾他两名幼女儿一样 小时候家长志工都帮我们帮忙 因为我如果加班要不然帮回去 家长妈妈都会给他串饭 先帮他们家安置 我下班都会给他家 我觉得社会对我会说的帮助 我现在退休有什么时间 我用我棉博之力来回馈社会这样 今天市长周一伦来探视独居老人 刚好就是吴黎明负责的案家 周一伦也当场夸赞吴黎明 对他在不老存部里头 存了服务时数473小时感到讶异 夸赞吴黎明是时间银行的大客户 你现在存多少啊 我存了多少了 我感谢你的市长 你感谢人 你还带着一个小时 我473小时啦 473小时啦 来 应该的 应该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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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还关心我们这个 不老时间银行 你还关 你还关一些出来喔 因为这是行李 我上次就整天八个小时啦 接触人喔 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 他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像有的长者 你看他讲话 他都比较没有回应怎样 像黄先生就好像我们很投言 一见如故这样 是这样子 帮他做什么 帮忙做什么 来就陪伴他聊天啦 如果他喜欢唱歌 我就帮他选歌单 陪他陪唱啦 他会指证我哪里唱不好 这样子 帮助多少呢 帮助怎样 我现在有服务 目前有三位 三位我服务过的 目前线上有两位 吴立明表示 从服务独居长辈过程中 学习新知 也更珍惜与自家长辈的相处之道 在他身体还年轻健康之际 他会持续担任 布老志工继续陪伴长辈 让他们的晚年不寂寞 接下来欢迎收看视频长报道